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组织有机会参与台北的国际书展 在2017年文化部也资助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到香港的国际书展 去介绍我们的西藏书 让西藏的声音在香港书展不缺席 我也把活动的相片放在我们西藏的天空的彩页 而那天我们是把茉莉的新书 做了新书发布会 我们也请蔡永梅香港的媒体人来做推荐 现场有一些香港的读者朋友们 还有非政府组织的朋友们来参加 那天我也做了一个小时的专题演讲 我介绍的是在台湾 我们是怎么样支持西藏的 有哪些人支持西藏 哪些组织支持西藏 用什么方式来支持西藏 台北书展呢 我们算是小众的书摊 但是呢我们有这个短讲区 这个短讲区就会有不同的读者来看 但是你看得出来这些读者都是一般的读者 来逛书展 顺便来听一听 那在香港办书 在参与香港书展 办这些短讲 一个小时的演讲的时候 我就发现来听的 香港朋友或者中国朋友 是有备而来 他不是顺便逛书展逛到这里来 他是专程来听你的 所以他们对我们讲的内容 你就看他听得很专心 那他们也会提问 那现在信封是这样吗 那我也要把这个 这个一个小时的专题演讲 做在西藏天空的粉丝页 做全程的直播 他现在也还是看得到 那另外很特别的是 我就看到有西藏的喇嘛 穿着西藏喇嘛的衣服 也会逛到我们的书坛 也会去翻我们的书 但是他很显然 就跟我们保持距离 好像害怕着什么似的 在香港 那可是呢 有一些香港的年轻人 我就看他们扔着行李箱 抓很多书 西藏的地位 我们这些冷门的书籍 在香港买不到的书籍 他一直抓一直抓 全部拿去借账 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 那今年台北书展的时候 我遇到 我们NGO的重子头 负责联系的 是姚振嘛 我就遇到孙友莲 我说友莲 那今年 因为去年书展 书有去 人没有去 我在想 是不是台湾文化部的经费不够啊 没有让我们有机会去香港现场 那今年我就跟友莲说 友莲你去争取一下吧 我们应该要继续去 跟香港朋友做交流 友莲说 从李明哲事件之后 谁还敢去香港 去宣传 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呢 那最近送中条例 香港朋友准备要上街抗议 送中条例一过之后 连在香港转机都会有问题 以后我们想要在香港 书展香港的哪一个组织 去介绍西藏人为什么自焚 达尔妈为什么要流亡 我想以后都很难了 王全璋叫做颠覆国家罪 让我们办杂志办书 在网路上宣传 自由民主的价值 我们要指出 中国侵略西藏的事实 他要用什么罪来办我们呢 目前我们在台湾 是有宣说的自由 在印度也有宣说的自由 那一旦送中条例过了之后 我们在香港能这样宣说吗 全世界他们还能够再倡议 中国侵略西藏吗 优优独播剧场akis 台湾 ter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